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许会有科技适应的问题 但小孩不会 夫妻专注在自己的世界 偶尔才交谈 你认为这是情感疏离 其实他们互动紧密 行动科技打破的旧规则 你去了哪里 吃了什么东西 随时都会有人按个赞 或算你两句 有时上传自己的影片 你的无聊 就变成大家的有趣 过去只能开口说爱 现在剖影片 更快晒恩爱 过去偶尔keep in touch 现在随时update朋友新动态 以前穷关心 现在正改变 援助流浪狗 抵制说谎的食用油 或是随手揪团 买阿嬷的爱情水果 因为几十个人的行动 换起了几十万人的公民运动 行动科技不仅给你勇气 更给你行动力 未来也不在家 也能照顾家里的宠物 不去学校也可以上学 未来不是你找医生 而是医生用他来找你 未来像个遥远的恋人 也可以靠他感受彼此的温暖 未来像个遥远的恋人 他 他就是台湾大大4G 不只是电信 更是数位汇流的领先者 Change for the better 台湾大大4G 又改变拥抱未来